對 感覺有點花滴下來了 在噴出超高溫的火焰上 持續的火烤 不一會手中的玻璃 就被烤得通紅 玻璃也從固體變成了液態 而這時就要迅速的 將它進行整形 融成了管狀之後 還得趁著溫度降低前 不斷的在耐高溫的磨刀石上 來回的塑形 一連串不間斷的動作 就開始在玻璃上作畫 不但要控制火的強度 時間要拿捏到位 太快 太慢 都不行 在火上面作畫其實很不容易 就是畫這個紋路很不容易 因為它這麼細的絲 它融很快 所以那個火的溫度 都要控制得很好 有時候做得太趕 或是太急的話 它就破掉 然後破掉它就會亂噴 對啊 有時候好一點就是用到衣服 那衣服就是這樣 一個洞一個洞這樣穿下去 不好它可能就燙到身體 發覺有一次燙到眼睛這個附近 年輕的面孔卻有著純熟的技術 她是旅君 也可以說她是從藝術家庭出生 從小就受到家人的薰陶 奶奶專精的是原住民手工藝 叔叔更是傑出的木雕藝術家 當然影響她最大的就是 對琉璃非常狂樂的父親 從小而乳木染 也就萌生了長大後 要延續這項工藝的夢想 大學畢業之後 回到家鄉實現她的夢想 我是把它當成興趣在做 對我喜歡這個東西去做 對啊 如果你把它當作是 很商業的角度去看 然後去做的話 其實就不會有太大的突破 那當然我現在還在學習 所以比較不會想那麼多 可能等到以後 可能想法改變了 或許作品也不太一樣 對 那現在就是一直努力在學 把技術提高 在工作室的每個角落 充滿了家人的希望以及鼓勵 也因為這樣 讓她可以在這 匯集了愛的工作室當中 細心專注的燒出完美作品 畫出細緻的線條 神秘的形狀 還有美麗的花紋 東台新聞 朱惠如 林婉珍 台馬里香 財網報導